从旧约和新约所有关于地狱的经文中 我们确信无疑地狱是受折磨的地方 有些人宣扬魔鬼在地狱 而且掌控着地狱 但是不正确的神学观 魔鬼不在地狱 而他也没有掌管地狱 圣经很清楚地说明 魔鬼在地球上 他漫游在地球上 魔鬼在约伯纪第一和第二章中和上帝对话 让我们看约伯纪一章七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约伯纪二章两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还有其他圣经例子支持这一点 魔鬼并没有被关在地狱里 踏在地球上 然而 对于地狱的确切位置 关于地狱究竟是在外太空 还是在地底下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 地狱在地球中心 还有一些人认为 地狱在黑洞中 今天 我们将研究一些 提到地狱的经文 以及各方面 对他们的各种解释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如果你还没这么做 请订阅 点赞 并分享我们的影片 装备及祝福更多人 上帝爱你 谢谢 在仕途找到地狱的确切位置中 诗篇九章十七节说 恶人 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这里的阴间 在西伯来文中 是是有死者的居所的意思 我们知道 地狱是为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他们的主和救主的人 准备的地方 他们没有办法偿还 以死亡为代价的罪 因此他们在地狱中 将遭受永恒的死亡 在西伯来文的施欧 也就是阴间 是那些肉体已经死去的人 被带到的地方 有关阴间的一切 都被视为负面的 首先 人们将在坟墓的框架中 度过永恒 其次 尸体分解成灰尘 最后 死后在阴间度日 并不是愉快的事情 阴间不是惩罚的地方 而只是全人类最后安息的地方 它令人恐惧 因为它意味着地球上肉体生命的终结 这里没有存在对上帝的赞美 诗篇六章五节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 有谁称谢你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段经文中的阴间 希腊文是Hades 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都把地狱翻译为地坑和坟墓 Shiel和Hades都是用来描绘人死后 在最终审判之前的临时住所 这节经文地方应对 希伯来文中的Shiel 在基督升天之前 上帝的子民曾经住在这里 在启示录中 基督宣称他拥有通往阴间的钥匙 此外 在启示录六章八节 我们看到死亡骑着苍白的马 阴间在他后面 启示录六章八节 我就观看 建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另外 在圣经中 经文中的地狱 希腊与世纪纳 在心嫩子谷建筑的 土匪特的秋潭 指的是对不敬钱的人 进行永恒惩罚的地方 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三至四十四节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路加福音十二章五节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拿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土匪特的秋潭 是人们向摩洛和巴力神 献祭儿童的地方 这个山谷有一个燃烧的垃圾堆 他们会把孩子们扔在那里 圣经在耶利米书七章中 谈到了这一点 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节 他们在心嫩子谷建筑 土匪特的秋潭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所以从圣经中我们知道 我们有作为暂时受折磨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承受永恒通苦的地狱之火 根据启示录 地狱本身将被扔进火壶 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有些人相信地狱就在我们下面 可能在地球的中心 他们这样的说法是用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来支持他们的主张 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 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 他们相信地狱在我们下面 他们的论点是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加百农会被推下阴间的原因 此外 在地理上 人们认为地河因为不断沸腾的高山岩浆 而具有巨大的热量 因此可以成为地狱的合适场所 此外 地狱就在我们下面 是一位经文说道 娇鬼妇人的意象 他看到神从地理上来 撒上二十八章十三节 王对妇人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呢 妇人对扫罗说 我看见有神从地理上来 但是 我们不能绝对断定这些经文 是直接表明了地狱是在地底 当耶稣谈到加百农被推下阴间的事实 更多的意思是说 加百农被剥夺了他的骄傲 和对他堕落状态的描述有关 而不是地理位置 有些人认为 地狱位于外太空 可能在黑洞中 这个假设是基于黑洞 是非常热的地方的科学知识 但我们不能将我们对地狱位置的信念 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 天壁大有响声废曲 有形制的都要备列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雾都要烧尽了 有些人认为 这节经文指的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某个部分 它将被来自上帝的烈火烧尽 而这就是地狱 然而 这只是猜测 上帝用火和硫磺摧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他们而造了地狱 因此被上帝的炽热融化的地球部分 将成为永恒折磨的地方的论点 只是推测 我们所知道的是 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莫里斯 罗林斯医生 是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专家和医学教授 他因为与一位临终病人的经历 而信了基督 有一次 一位病人不断地滚动 呼喊着 我在地狱 他把经历写成了书 他说 每当我伸手去拿仪器或以其他方式 中断我对他胸部的按压时 病人就会再次失去知觉 停止呼吸并再次死亡 每次他恢复心跳和呼吸时 病人就会呼喊 我在地狱 他极度恐惧并恳求我帮助他 我自己也被吓坏了 事实上 这段经历真的把我吓坏了 甚至我写这本书时 都让我感到害怕 病人对我说 你不明白吗 我在每次你停止做心脏按压时 我都会回到地狱 不要再让我回到地狱了 结果 我开始狂热而迅速地 帮他做心脏按压 此时 患者已经经历了三 四次完全失去知觉 并因心跳和呼吸的停止 而临床死亡 做了几个环节的心脏按压之后 他终于恢复知觉 他问我 我如何才能远离地狱呢 我想起在主日学校里学到的原则 我相信应该可以用同样的原则 我告诉他 我想你应该要求拯救你的 是耶稣基督 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请为我祈祷 我告诉他 我是一名医生 而不是传教士 他一直重复地说道 为我祈祷 为我祈祷 我知道我别无选择 因为这是一个垂死之人的请求 所以我让他跟着我重复这些话 当时他就躺在地上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 因为我自己对祷告也了解的不多 我这样说 主耶稣 我求你让我远离地狱 饶恕我的罪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如果我死了 我想去天堂 如果我活着 我将永远跟随你 患者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 被送往医院 我回到家 胆掉圣经的灰尘 开始阅读 几天后 罗林斯医生拿着本子和笔 走近他的病人 去问他在地狱的经历 病人不记得这些经历 也不记得自己曾经到过地狱 不过 等他康复后 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基督徒 而在这之前 他只是偶尔去去教堂 然而 他确实记得 他们一起说过的祈祷 然后他失去了一两次意识的事 虽然他不记得在地狱的经历 但他确实记得 站在房间的后面 看着医疗队 在地板上抢救他的工作 他还记得 在与医生祷告后 他在死亡经历中 见到了他的母亲和继母 结论是 圣经也没有给出地狱的具体地理位置 我们知道 地狱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为魔鬼和他的同伙 以及所有不敬前的准备的 永恒折磨之地 但是 我们不知道他的位置 地狱可能位于宇宙的某个地方 它也可能随上帝所遇的 在任何地方 任何形式 我们不要烦恼地狱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应该做的是 做好准备 不要成为他的受害者 地狱的位置 对我们来说 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 迫在眉睫的 是我如何避免去那个地方 如果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可以参考的经文 我们无需进行推测 我们今生 只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但当末日到来 我们所将知道的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总而言之 地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 也不认识他的宽恕的人的地方 他最初是为恶魔和路西法被提出天堂时创造的 然而 他们不知疲倦地努力把更多的人拉到那里 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所有这些都是使人有资格下地狱的原因 地狱是真实的 它是罪人的永恒目的地 任何人一旦进入了地狱 就没有退路 然而 现在 我们可以通过接受上帝的救赎计划 通过耶稣基督逃脱地狱 无论地狱在哪里 那都不是让他的受害者感到舒适的地方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该专注于天堂 以及如何到达那里 任何人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下地狱 上帝通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安排 当我在教堂长大时 我的牧师常常说 我知道地狱的确切位置 地狱的确切位置 就是在拒绝基督生活的那一端 在拒绝基督生活中 在拒绝基督生活中 在拒绝基督生活中